You are watching Suchang's YouTube channel Hello 最近很多人都發訊息問我 這個戴長巾頭是怎樣做的 還有這個也是超多人問 這個彎是怎樣做出來的呢 見大家那麼想知道 一於就開片教大家了 剛剛洗完頭 先乾淨頭髮 首先分來條靚界線 哪條靚都無所謂 頭頂拿起一柱頭髮 把它分成兩分 扭的同時拿起少少側邊的頭髮 記住要左右兩邊都要逐點加入去 扭的時候好像扭成一條 好像我們平時吃丹麥條的形狀就行了 扭到差不多一刻就用橡筋插一夾 同一方法插在另一邊就已經完成一大半了 把兩條邊在交叉的擺放 用髮夾固定位置 凸出來的圓著固定的邊仔找位置放進去 夾也可以 這樣就搞定啦 我之前做人姊妹都做了這個頭 還加了一些滿天星在頭上 都幾浪漫的 不過這個頭最特別之處就是 我紮了一整天 然後放回頭髮下來就會變得好嫩 我們韓國人稱它為HIPPI嫩 HIPPI POM 70年代都曾經流行過 就連我媽媽都碰過這個頭 我發覺原來今年都興奮這個頭 Sully Hanyesu Su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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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做得好美 如果想第二天就有HIPPI嫩 大家只要像我那樣 臨睡前剩下剛才我教過的大長筋頭 最後用這種夾子夾著兩邊 不用用髮夾 直接就這樣睡覺 第二天起床 就好像我整個瘋婆那樣 放心 未完成 慢慢放回頭髮下來 如果覺得髮尾不夠嫩 可以用夾髮器夾一夾 那就完成了 出得街了 這種嫩 嫩得來又帶點自由溫放的感覺 好像set座頭 但又有剛剛起床那種的蓬鬆感覺 我也挺喜歡的 嘿 Spanish 超級別的 嘻使用 超級別的